真娘拿出墨来 本就是救人之用 并没有想要收钱 这时正打算开口 让这妇人拿去用就是 没想田荣华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 这时却上前道 李姑娘 这块墨多少钱你开价吧 我买下来给这位大哥用 真娘看着田荣华不由得乐了 别说田家这位姑娘 那城府倒是不比他大哥田本昌差 要知道 这汉子本就是田荣昌打伤的 差点就伤了人命了 想来这时候 田荣华心里定然有些坠坠的 而此时 他出面买下药末 既没什么花费 百草霜 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药材制成的 比不得八宝五胆药末那么珍贵 所费的钱并不需要太多 又反而送了人情似的 让人见他的好 花少量的钱 却了却了却了一桩麻烦事情 这田荣华不愧是出身商家 打算盘也是挺惊到的 反之珍娘若是收下她买墨钱 那她之前的一番好意 就全成了为田荣华做嫁衣了 珍娘算是看出来了 感情这田荣华是来半路截胡的 珍娘自是不太乐意了 不过珍娘想了想 却伸出一根石纸 一百两 李珍娘 你打劫啊 百草霜哪要到一百两 五两顶天了 一边田荣昌气愤不平得到 若不是两个家丁拦着 她又要上前朝珍娘动手了 这时那先生不由地看了珍娘一眼 一边的妇人更是急得直搓手 珍娘仍然伸着那一根手指 毫不动摇 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之前还瞧着这位姑娘好心 没想到也是个贪财的 边上有人嘀咕了句 也不尽然吧 你之前也说了 那药莫神奇 这可是救命的药 一百两也不是那么离谱吧 边上又有人不确定的道 还不离谱 一百两够咱们普通人家 好吃好喝的过上两三年了 边上又有人道 便是再好吃好喝的几年 又哪里能抵得上一条命 人群中又有那打抱不平的道 嗯 那倒也是 先前说话的想了想 一百两 天荣华不是出不起 可她却不甘愿 游着珍娘牵着鼻子走 又听得边上一些人的窃窃私语 便有了主意 真娘啊 你可真是会趁火打劫啊 一百两 我这手头倒也是不太方便 爱莫能住了 说完 转身就走 一副她以尽力 是真娘太过分的样子 她倒要看看 大家伙 怎么说你真娘 荣华这话可就错了 我李家虽然比不得你田家有钱 但为这一块墨 倒不至于做出趁火打劫之事 我让你付一百两 不是买墨钱 真娘说到这里 却顿了一下 那是什么钱 你二哥打伤了人 差点出了人命 难道不要赔偿的吗 真娘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真娘此话一出 众人才明白过来 拒接轰笑道 可不是 自该要赔偿 我就说 这位姑娘不是那贪财之人吧 田家人做事 一向霸道 所以之前田荣华 竟没往那方面想 这会儿被真娘这话一挤堆 倒是无话可说了 凭什么要我赔偿 他踩我一脚 我踢他一腿 公平合理 他弄脏了我的鞋子 我不找他赔我鞋子钱 就不错了 田荣昌不屑地道 真娘却不理他 只是冲着田荣华继续道 田荣华 别怪我多嘴啊 你二哥今天这事情 一传人都看到了 今天这传人 大多都是到南京的 南京什么地方 六朝金粉地呀 那一杆子扫去 不定要扫的几个 某王某侯某大人的 就你二哥这样 这脾性不改 到时不定要招惹什么货呢 这一百两啊 全当给你二哥买个教训 不定哪一天 就能救他一条命呢 说着 真娘便朝那先生 和妇人扶了扶 转身离开 回仓房去 至于田价赔不赔钱 真娘一点都不担心 都说到这份上 再加上外面群情激昂的 田价这破财是躲不掉的 当然了 真娘这话虽然说的是 颇有些语重心长 但其实就一个意思 让田价掏钱 破笔小财 一出之前田荣昌 口出恶语 辱骂李家的那口气 只是真娘不晓得的是 未来还真就因为 这一百两银子 最终才留下了 田荣昌的一条小命 怎么样 见真娘回来 仓房里的皇室 问外面的情况 她和丑婆 都不是好管闲事的人 又不喜凑热闹 所以一进仓房后 便不再出去了 没事了 要么有效 真娘回道 那就好 皇室点点头 接下来几天 真娘便一直待在船仓里 主要是跟郑副理 打听南京那边的事情 如此 过了十数日 船便到了南京 聚宝门外的秦淮码头下 扛包啊 扛包咧 只要三个钱 马车 马车 江东 最先 极闲 想去哪里 去哪里 鲁干 鲁鸡蛋 石锦豆腐烙 南京 相赌 南京 相赌 一下船 真娘听到的是满耳的吆喝 一派大都市气象 不过 真娘见惯了后世的都市 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 倒没什么太惊奇 倒是二狗小鸭等人 完全是留姥姥进大观园的样子 见什么都稀奇 上蹿下跑的 最后被丑婆骂了几句 才消停 这时 郑副李 已经叫了一辆马车过来 他对南京 倒是熟门熟路了 几人搬了行李 上了马车 李家的产业 就在聚宝门内 镇淮桥北 仅靠关街 这里 具有十万商户和手工业者 是整个南京的商业区 本来镇淮桥北 连绵了二十几间店铺 都是李家的产业 只是当年 贡墨出世 李家为了打点 无奈卖的卖 送的送 如今 只剩下一栋 寒墨坊的小宅 和五间 零关街的店铺子 虽说产业缩小了一大半 但这到底是南京 便是这五间店铺子 每年应该也有不少的收入 真娘倒是有些不明白了 为什么七房还得倒贴 修缮费用 就是这里 思索间 就到了关街边上的一条偏街 政府里指着一个早红大门道 这边的房子 临正街的都是店铺 宅子都在店铺的后面 宅门一般都开在偏街上 再后面便是几个大房 有支锦房 银桌房等等 我去敲门 二狗嘀儿嘀儿地道 只是正准备敲门之际 门却突然地开了 从里面跑出来一个 十四五岁的姑娘家 差点跟二狗撞个满怀 当面瞧着 那姑娘是一脸的泪水 这会儿没好气儿地推开二狗 边抹着泪 边回头冲着屋里恨恨地道 不嫁 我死也不嫁 你这死丫头皮子 老娘我告诉你 你如今是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你有本事跑啊 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这时 后面一个二十左右的娘子手里 举着扫帚冲了出来 冲着那姑娘的腿 就是一阵的抽啊 那姑娘 被抽得直咧嘴 见到真娘一行人 便躲到了他们的身后 你们谁啊 主在这里干什么 那年轻妇人 瞪着真娘等人 美好气得道 啊 我找景明书 她在吗 真娘回道 眼底 却也打亮着 这打闹的两人 景明书有一子一女 她是知道的 而那姑娘 应该就是景明书的女儿 花儿 只是不知这年轻的妇人是谁 难道是景明书的媳妇 只是 娶媳妇这么大的事情 竟没听景明书写信回去说 有些不合理 而这时 那妇人也打亮着真娘一行 真娘等人 这一路行来 风尘仆仆 也很疲倦 挤人的脸色 字不太好 在家为了行路方便 大家都是轻车俭行的 看着 字是普通的很 这在那妇人眼里 真娘一行人 就显得有些寒酸了 不由嘴里嘀咕了声 景明书 显然又是自家公爹 晖州的穷亲戚了 那年轻的妇人 自不免笑愧了一番 随后 咧了咧嘴皮子道 没这人 怎么会没这人呢 一边正腹里 皱着眉道 胡说 他嘴里的景明书 定然是我爹 你这个不孝的泼妇 居然敢不认我爹 我让我大哥休了你 这时 那姑娘恶狠狠的道 随后却又转过脸 一脸讨好的 冲着真娘等人道 你们是晖州来的吧 我是花儿 真娘点点头 这时那年轻妇人 却一个剑步 上前用劲 将那姑娘扯得一个亮枪 然后呲着声道 呸 让你大哥休了我 他也要有那胆子啊 臭丫头 你给我滚一边去 一些灰州来的穷亲戚 少给我攀 随后抬她眼皮 看着真娘冷冰冰的道 李景明不住这里 你们左拐左拐右左拐 城根边上的窝棚 那边找去 你是谁 真娘眯着眼问道 葛秋姐 李正平的媳妇 说着又指着那姑娘 冲着真娘道 也是她大嫂 当家大嫂 这儿没你们的事 这意思很明显了 显然是让真娘 哪儿来的回哪儿 少管闲事 真娘不由地摸了摸鼻子 她有些闹不明白了 瞧这样子 似乎李家的祖产 倒成了这位 葛秋姐盘里的菜了 甚至连景明叔两口子 都住不得了 居然住起了 城墙根的窝棚 这事可是有意思了 今儿个这闲事 真娘可就管定了 二婶 真娘看着皇室 你做主 二婶娘不管这些的 皇室道 好 我们进去 真娘沉着脸道 哎 你们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知道吗 你们以为 这南京是你们 灰州那山嘎拉呀 没见过世面的土鞭 给我出去 再不出去 我叫人来抓你们 去牢里吃牢饭去 那葛氏 看着真娘一行 不管不顾的 就进了门 便竖着眉 大吼了起来 随后 又冲着一边人群中 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说 三儿 去跟你爹说 有人来家里捣乱 让爹带人来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送牢里去 是 大姐 那叫三儿的小伙 硬了声 颠颠的就要跑 这位小兄弟且慢 有些事情 还是要弄清楚的好 真娘此时 就站在门中 回头冲着那三儿道 随后又扫了扫 一边围过来的 四房接林 这还有什么弄清楚的 这不明摆着 你们想私闯民宅 那葛氏 一冲着外面的街坊 叫嚣着 说着 这位葛氏 还煽动着道 各位街坊四林 咱们南京人 可容不下这乡下人 来撒野 对吧 可不是 一边人群中 一些人笑嘻嘻的 当然更多的人 则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过所有的人 都盯着真娘一行 显然是想看看 他们怎么办 经历过 默访那些 这种场面 真娘淡定无比 这会儿 真娘摸了摸鼻子 故意 很是诧异的道 我想 是这位葛嫂子 没弄清楚情况吧 这宅子 包括宅子林街 那边的五间店面 可都是 灰州礼事末房的产业 而这位 是礼事末房的二奶奶 咱们这回 是回自个儿的家呀 我就不明白了 到了自家的地方 哪有不进门的道理 真娘指着皇室说着 顿了一下 又冲着那葛秋姐 继续道 我说这位嫂子 你既是李正平之妻 我想你应该知道 景明叔和景明婶 是我李氏族人 而这些房产 只不过是我妻祖母 交给他们打理照顾的 说到底 你们只不过是管事 什么时候管事的 却不让主人进家门了 这岂不是天地 到了个个儿 南京自是大地方 不是我们 灰州那地方可比的 但正因为是流都气象 更应该讲道理吧 说到这里 真娘又环视了一下 周围的众人 我想 在场有上了年纪的人 应该还记得 当年灰州李氏莫坊的盛景吧 记得记得 当然记得 当年我还在李氏莫坊 当过伙计呢 后来李氏莫坊出事了 我便凭着 曾在李氏莫坊 当过伙计的经验 也谋得了一份好差事 这时 这时 人群中 一个中年汉子道 老莫 什么李氏莫坊啊 一边就有人 跟那中年汉子打听 你们不晓得 当年 这一条街 全都是李氏莫坊的产业 而李氏莫坊 声名极好 咱们出去 只要打着 李氏莫坊的名头 别的商家 多会看中几分的 那姓莫的 拍着胸脱道 那这么说 这李景明这些个房产 还真是那个 晖州李氏莫坊的 边上 有人偷偷地 看了看那葛氏一眼 压低声音道 看这样子 我看八九不离十了 那老莫 也压低声音道 虽然知道 当年李氏莫坊的情形 但毕竟 事隔多年 这些产业 一直是李景明在打理 事实如何 他字不晓得 只是如今 看真娘一行 这理直气壮的 再加上 平日里 葛家人 仗着葛大拿 是荀兰的身份 对周围的商家 压榨得十分厉害 心里不平 反倒 站在了 真娘一行人这一边 所谓的荀兰 便是帮着朝廷 课税司收税的 以前 在真娘的印象里 古代对商业税 是不重视的 甚至一些历史小说里面 总是说商业税很低 所以商人虽然没地位 但赚钱是很容易的 只是等他身临其境了 又在末房 干了一段时间 才知道 大明的商业税很重 尤其是在这中后期 别的不说 就说这开店的吧 有交易税 定额税 门摊税 他房税等等 有的时候 一种税里面 还有细分 比如说定额税 还有正于银之别 总之 商人的税很重 难怪 在明朝的中后期 各地抗税 抗税间的运动 常常是 星火燎原之事 而这所有的税 磕税司的税史 自然不会亲自来收 于是便会将税区 分成几片 征巡蓝若干 代为收税 而这些担任巡蓝的 要么是本地富户 要么便是一些贤汉 组成的帮派头头担任